雅思满份的人也不一定听得懂新加坡英语 你可能很擅长美式英式口音 但你不在新加坡混个几年 一定对着的英文一头雾水 比如passé指的是闽南话里的不好意思 再比如pokai指的是广东话里的铺街 而如果这两个词用在singlish里表达就变成了 有人问你基本上去不去是海底捞 而你没钱了不想去 那就变成了 嗯passé this month I pokai了 Next month发薪水再说啦 新加坡英语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喜欢在句委加 la lo le me这些语气注词 比如有人问你今晚想吃什么 anything lo 再比如清晰过年给你发红包 no ni la singlish夹杂了华语英语马来语淡米语 米南话广东话朝商话大概七八种语言 不少本地人都不敢说自己随随便便就能理解 更何况是新来的朋友们 singlish虽然听起来复杂得靠意念去猜大的意思 但实际上大部分来新加坡的朋友 编好日常的英语口语就够了 这里也给大家安利一个我以前常用的学习产品 它的实景学习功能很独特 每次都有外籍主播带着你去到国外感受不同文化 学习英语 从我的使用感受来讲 我会首先预热重点 再对应的词句去观看vlog 也会更高效一些 也能真正实现一边云旅游一边学习英语 每天花个二十分钟就能够体现接触到地道的口语 对以后出去上学旅游都很有帮助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你是不是这样的 但是我来说 那你不停 就能够体现也好 就能够体现了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都能够体现得不应该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